我讓觀眾朋友看一下國防部 國防部講的話 國防部對於這件事情的認知 國防部發言人孫立芳說 中共於臺灣周邊海空域 舉行實彈演習 實彈演習 侵入中華民國的領海 危急國際航道 挑戰國際秩序 破壞臺海現狀的不理性行動 國軍捍衛國家主權 有絕對的能力跟信心 負起捍衛疆土的責任 也會反制任何侵害國家主權的行動 國防部發言人 然後國防部法律司法規嚴審處的副處長 他直接講說 中共發布四號七號 在臺灣周邊軍事演習 形同海空封鎖台灣 這是國防部官員講的話 此舉涵蓋我國的領土 領海國防部官員講的話 嚴重侵害我國的領海領土主權 違反聯合國海洋公約等相關規定 我國予以嚴厲譴責 博恩 我是這樣看 當然就是說 這個國防部確實 如果說他的這個聲明或立場 可以更加強硬一點 也不為過 那我覺得說這一次的這個狀況 跟九六年的臺海危機來講 坦白講那個時空背景差異很大 臺灣經過這些年來的 這個相關國防軍事的金石 包括我們預算的增加 包括一些採購或自行研發 臺灣的武器是提升相當多 所以我們也非當時的無下阿謀 所以我絕對相信就是說 我們絕對有充分的能力 可以展現我們自我防衛的 這個決心跟信心 同時對於中國的這個叫囂 我們也絕對有抵禦的能力 可是這個時候 我相信在整個決策模式裡面 一定有考量到就是說 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那當然你可以態度踩得更硬 或者是態度更那個 但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認為就是說 這整個過程中可能有四個字就是說 希望避免擦槍走火 那為什麼要避免擦槍走火呢 坦白講因為這次的事情 坦白講裴洛西這次來臺灣 確實對中國內部產生很大的一個衝擊 我舉例來講裴洛西 他在這個華盛頓郵報那篇投書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哇 那個真的是字字句句 不但一再強調臺灣關係法 他嚴守臺灣關係法 對臺灣的承諾 同時中國最在意的幾項 包括天安門 包括這個新疆維吾爾 包括香港問題 他通通提到了 換句話想裴洛西 這次不但全部把這個對中國的 這個相關的一些痛處 全部點了之外 他還公開的大剌剌來臺灣 然後直接就跟這個臺灣的總統 蔡英文對話 同時他還在投書裡面 甚至他當場 他在誇獎說蔡英文總統的 這個包括臺灣 這些年來面對中國的威脅 我們如此的有信心等等 包括自由之家等等 他講了很多東西 坦白講這些對中國來講 那個簡直每一句 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是說 我常說我們贏狗 是不是要繼續贏了 這個東西大家可以評估 我絕對尊重大家意見 就是說國防部 是不是可以再更強點 確實這個也許可以更強點 但是有沒有可能說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為了避免擦槍走火 我們這個相關的 這個佩洛西來 坦白講臺灣也賺到了很多 包括我們的這個國際的能見度 包括我們的國際地位 甚至於美國對臺灣的這個承諾 保證 他用實質的行動 來告訴臺灣人民 所以在這個節骨眼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可能就是為了避免過度刺激 或者避免真正擦槍走火 那引起更大的這個爭端 那我坦白講 所以可能在這個部分 是會有稍微的這個一個 比較節制的一個創況 但是我是認為就是說 臺灣絕對非無下阿蒙 臺灣臺灣人 我們在這邊講都不是空話 這些年來國防的這個武器的精進 我相信臺灣絕對是一個刺蝟島 如果真的這個中國有任何的這個 所謂的不正常的舉措 我相信立刻 立刻一定會受到這個最嚴厲的臺灣的最嚴厲的軍事的抵制 那我認為這這幾天這個狀況 中國可能也需要一些出口 中國可能他他內部的一些情緒 包括他即將面臨二十大的這樣的一個蹤跡 他可能也需要一些出口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理性的一個決策思維之下 恐怕就是今天有包括國防部或交通部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聲明的模式 那我相信這所謂的六個六個中國的六個遠信區 我覺得這個臺灣的國防部絕對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那到底是是虛是實 我覺得不管是虛是實 我們都一定做好最萬全的一個準備 那最主要就是我還是強調那句話 我們已經贏了 還是要再贏了 第二個擦槍走火 是不是可以避免這個部分 換一個角度 我們真的是贏了嗎 我們贏了還是中共也贏了 如果因為他這個演訓 海峽中線被實質打破呢 他拿得多還是我拿得多 我不知道 我是認為這個 因為他宣稱這三天 就這三天 那我覺得這不是說我為期要進行為期 半個月或一個月的這個演訓 我覺得這三天坦白講 是我們可以觀察 如果說這個三天過去之後 你知道他那個包圍的地方 其實影響的不只臺灣 包括連日本都會影響到 那有沒有可能有有辦法去承受 這樣的一個說 為期一個月或半個月的演訓 或者這三天 也許他搞不好畫了這個軍事區之後 他可能也沒有什麼很真的 這個具體的行動 那我覺得可以再觀察 但是不管如何 國防部當然要做好最最完整的準備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來 將軍 這這點 我跟博恩的意見 有一點相左右 因為我是軍人出身 如果今天我就直接講 小琉球那塊的臨海 如果那塊臨海是畫給我的房區 我告訴你 我這一輩子的恥辱 我的房區裡面被中共解放軍畫了一塊 他的演習落彈區 這是我一輩子的恥辱 如果長官說你委屈一下 那個那個余旅長 你這塊你就你就認了好了 你就忍三天 我告訴你 我就請打報告辭職 我不幹了 我不幹了 我告訴你 這麼多的飛彈 這麼多的預算 這麼多的東西給國防部 你連你這一塊臨海都守不住 國防部你對得起人嗎 你對得起東華民國的國民嗎 寸土寸金一個都不能讓 這就是軍人 所以說這一次的領土 被人家畫到領海 被畫到落彈區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不可以 我告訴你 如果國防部你叫哪個將軍說 你的領土你就忍三天 你就忍耐三天 你這個軍人 你這個將軍繼續幹下去 這是你的恥辱 你一輩子的羞恥 你退伍了 拖了軍服 到任何地方去 這就是丟掉那塊領土的人 這就是打開這個三海關的吳三櫃 這輩子我不能接受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長 很多事情孰能忍孰不可忍 如果說是總統下命令 ok 但是國防部長你要有態度 如果我守不住 我告訴你 我不幹 我不幹 我的我的想法就是要寸土寸金 一點都不能讓 讓一天就會讓一個月 讓一個月就讓一年 你讓他來一次 他就天天來 西南海域不就這樣子嗎 以前不能來了 現在都來了 所以我是覺得軍人不能讓 老百姓 政治人物要讓 這是政治人物的事 如果軍人你失去了你的領土 你的這一陣子的榮耀就沒有了 辭職 離開 這是最好的結束 那個我想這個余佳英 可能誤解我的意思 我們絕對不是說要讓 其實包括總統 他也在公開在這個裴洛西面前 他講捍衛臺灣的主權 這個是絕對堅持的 包括國防部其實今天也有那個聲明 我的意思說這個東西 當然不能讓 也沒有人說什麼 真的要讓你三天 不是 而是這個東西 是你中國片面 我們國防部 國防部是有聲明 已經有聲明 只是那個聲明 可能讓外界感覺不夠強硬 那我覺得可能可以更強硬一點 但是絕對不是說我們 當然我們的主權 我們領海 我的意思說 我們只要他們任何 真的有實質感侵犯 我們的 我們當然絕對是予以回擊 我們的國防能力 絕對是主委去應對的 我總博恩兄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國防部的態度應該是這樣 這塊區域不受中國解放軍管轄 所以在我領海裡面 所有航行安全 國防部負責 他想要放心的航行 這才有power 否則我們每年幾千億的錢 花給國防部 又是防空 又是真誠飛彈 那告訴你 再棒的飛彈 不使用就是假的